你和你最初拍這部電影 或者覺得這部電影跳出澳門的時候 那個東西會不會有很大的與你的預期有些不同 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畫到核心的時候 都是講一個身份 未至於身份的現象就是身份意識的問題 我經常有興趣就是 作家會怎樣看他的角色 或者角色怎樣看原來他是一個角色的東西 所以我寫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的觀眾可能感覺都很接近 理解到這件事 但是當這部電影來到香港上映的時候 最實際的一些反應就是 給我想像中會自別共同嗎 我覺得這個很黑白印象 我本來這部電影是多年排除的 黑白印象 但是好像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又掉下去 但是真的令我挺意外 而且也挺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在這些官口談的時候 反應到兩個人的不同 因為澳門很多時候就是 大家一通常聽 但是香港就會很多人很踴躍 所以在整個程度我只是講這些 但是很多場次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挺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是 是 是 有些少少 就是 人的性格上面有些少少不一樣 是 是 是 我覺得可能大家對澳門的認識太少 可能大家對所有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大家去聽說 這個真的很澳門 其實我覺得我們當時拍攝的時候 甚至 口罩這件事都沒有 含意去規避 但是也沒有刻意去說 當時的一個情況 就是一種過濕脚的感覺 去表現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 包括裡面很多 不單止我 白胡 或者其他議員都沒有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放了他們 當然他們因為澳門人 放了他們 澳門人的一些對白 進去這部電影 所以可能大家會感覺到更加 澳門這件事 反而澳門觀眾 他們看的很大部分的意見 就是覺得很澳門 是的 而那些很澳門的可能就是 正正是 他知道 那裡就是厄微街 那裡的樓下就是物當路 然後下去就是舊法院 外面就是西環湖 就是完全是 就是社會生活 因為其實我這部電影 主要談到就是 在別人看你的時候 你怎樣做自己 所以某程度 很多時候 談論 什麼叫做澳門電影的時候 很容易地 做一個行程 就是想了別人覺得澳門是怎樣 然後拍那個澳門 所以我反而拍的時候 真的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完全拍回 他就是一個作家 就是是我自己生活的地方的作家 和我自己生活的地方的一個演員 究竟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 那可能我好聯合 但可能澳門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澳門的味 我自己覺得 我不會因為我特地想拍到 而去想 究竟觀眾的澳門是怎樣 而是 反而要忠實地 怎樣去做自己 而這種味道 我相信會透過他們兩個人 或者說話的態度 或者處事的方法 我相信香港的一個作家 如果他有這樣的事情 他未必需要大任 或者收藏到這樣的程度 我覺得有一種性格 可能跟那個澳門人 這個身份都有關係 是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 首先我不覺得我需要拍 強調澳門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撕掉澳門的東西 就是我拍任何東西 就算拍了影片 也會有 因為他就是 我生活的粒子裡面 那些都處理 所以我可能就按照 我自己生活經驗以前 見過是怎樣 但是他就出去了 就不理 未必是一些比丟性 或者是 是負荷性的東西 是 是 大家 那 我們 因為 大家聽到聽 我們的時間關係 我們在這裡 到這裡 大家知道我們 剛才出去了 我們 撕飛的位置 轉 不要去小房間 轉左 有一間房間 直進 有一間房間 有VIP房間 其實我們上次都是 我們在香港 可以繼續跟導演 跟導演一起 一起去聊聊天 剛才我也覺得 他那個分別 都挺特別 因為上一次 上一次 也不上一次 很多人覺得 他看過澳門的印象很不同 但是 剛才我也發覺 原來是有 另一些體會 我想這個都值得 大家去 去聊 不過是遺憾的時間 在這裡會時間不多 或者請大家 陪伴我們 旁邊 如果可以繼續 和大家先進場 的佈斯卡 都可以一間 在旁邊 導演祝法上 清理 和可以繼續拍照 我們首先 再次多謝 謝謝 謝謝 出去聽 謝謝